好 弟兄姐妹 今天 西伯来历的 3月 初五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要学习 一本新的 Cafer 叫Cafer Bar Meat Bar 也叫民宿季 那么 首先 今年的 这个 每年学习 就每年 这个七七节前面 都要学习 这个Bar Meat Bar 那么今年的话呢 这个七七节的明天 对吧 是星期日 所以说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也有聚会 那么遵守 这个七七节分别为圣 所以说我们连续两天 有分享 今天我们分享 Bar Meat Bar Cafer Bar Meat Bar Padrashah Bar Meat Bar 明天我们分享 Shavu Oath Shavu Oath 七七节 好 这个新的一本书叫 Cafer Bar Meat Bar 在矿业里 那么 这本书主要记载 以色列人 在矿业里边 走四十年 那么 这个民宿季 Bar Meat Bar 开篇数点人数 对吧 民书记一章第三节 所有的二十岁以上的 能够出去打仗的 以色列人当中的 你要数他们的人数 Netsivu Oath 那么 数点他们人数干嘛 作为这个军队 你和亚伦 要去点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 是二十岁 对不对 二十岁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那么Rashi 他按照 唐木德 Sanhedrin 89b里边 解经 他说 天上的法庭 只审判人 在二十岁以后犯的罪 因为二十岁以后 才算成人 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你说 那二十岁以前 不可以随便犯罪吗 所以Zohar 在这里解经 他说 人当然会对自己 二十岁以前的行为 选择承担责任 承担后果 但其审判 并不是永恒的 那是Zohar的一个解经 那么我们发现 人二十岁以前 的生命的轨迹 生命的历程 可以对应 生命树的七个属性 也对应 以色列人 四十年 走旷野 我们知道 第一个情感的属性 叫Hesed 什么叫Hesed Hesed代表 白白的给出 白白的领受 不付出任何的劳动 任何的努力 那么人的一生 首先开始于胎儿 对不对 当胎儿 在母亲的肚子里边的时候 她的生活 是完全的 白白的领受 你想一想 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面 相当的舒服 所有吃的 对不对 都不用付出任何劳动 不用做任何劳动 连一根手指都不用动 连嘴巴都不用张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养分 通过期待 白白的供给胎儿 胎儿 连 上卫生间都不用上 对不对 直接通过期待 直接通过母体排出 所以说这个胎儿 在母体里边 完全就是一种 完全的恩典 完全的Hesed 完全的恩词 真正意义的白吃白喝 完全的恩典和恩词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期是人类最幸福的时候 是吧 这个做胎儿最幸福 那么这个Hesed 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救赎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救赎 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努力 白白的承受救恩 得救 是不需要付出劳动的 你不需要付出努力 是完全的恩典 白白的给出 Hesed 那么以色列人 出埃及以后要过红海 过红海 以前我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代表胎儿的出身 对不对 那么红海是一个分水岭 那么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 白的领受一切跌落到了一个 充满了审判 充满了这个严厉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时期 泰尔必定会提哭 为什么 以前 吃饭 白白吃 嘴都不用张 对吧 用期待 现在 要用嘴巴吃 以前这个子宫里边是横温宝师 对不对 这个进入现在这个世界以后 这个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对吧 还有蚊子飞 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 很麻烦 现在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努力 一切都很艰难 对吧 要用眼睛 看 要用耳朵 听 要用手去拿 以前什么都不用 对 以前在这个子宫里边 这个眼睛闭上的 完全每天都睡觉 相当的舒服 对 而且现在还要大小便 对 这个大小便 处理的不干净 不快 这个很不舒服 要哭 对吧 所有这些事情 以前都不用做 所以说 这个 这个泰尔进入这个世界 立刻进入了什么 大人 审判 那么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怎么样 也不适应 那别扭 怨声载道 痛苦不堪 埋怨 那么下一个跑了销 叫 T-Fedress 美丽 那么这个泰尔 慢慢适应了 对吧 泰尔适应了以后 就进入了美丽期 T-Fedress 那么这个时候 尽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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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比当年 对吧 但是也 感觉 也比较 类似于母胎 这个泰尔 也不需要做工 对吧 这个其实现在适应了以后 感觉挺不错的 另外一个版本的 这个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养得白白胖胖的 还有来自于父母的 无限的爱和呵护 所以说是 T-Fedress 美丽 协调了 刚刚经历的这个大人 和曾经失去的这个 Hesed 协调了 美丽期 那么美丽期 对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领受Torah 对在西埃山领受Torah 是美丽 T-Fedress 那么这个时候 天降马拉 磐石出水 以色列人开始了白吃白喝 对还是白吃白喝 美丽期 那么Torah 领受Torah Torah来自于天上的饼 对吧 所以说是美丽期 下一个属性叫做 Netzach 得胜期 那么大约从五岁到青春期 对吧 这个竞争的意识就进入了小孩的心 开始有了心机和野心 对吧 比方说开始抢玩具了 对吧 而且很自私 针锋吃醋 对吧 这是一种得胜的体现 Netzach 那么得胜 这个 这个西伯来文 Netzach 它同时还有一个意思叫永生 那么此时的小孩 他不知道危险 也不知道死亡是何物 根本就不怕死 从来就不会感觉自己会死 永生的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 反金牛赌的罪 十个探子的罪 可拉挑战摩西的权品 等等等等 为什么 德胜 竞争 对吧 争风吃醋 对吧 这个可拉 和摩西 之争 那么这个德胜 期以后 就是什么 叫 赞美期 对吧 这个赞美和德胜 其实是 这个两只腿 两只脚 同时存在的 那么从青春期开始 一直到二十岁左右 小孩 就成长成为少年 那么这个时候 是他们人生 最壮丽的时期 这个希伯来文的赞美 hold 也是壮丽的意思 对吧 也是承认的意思 让步的意思 此时的这个少年 开始学会去协调 他们先前竞争的 这个莽撞 开始变得端庄和收敛 也开始重新的 审视和认识这个世界 对吧 代表什么 代表承认 代表让步 对吧 hold 这个赞美期 对以色列人 在犯了金牛犊的罪 是个探子的罪 以及可拉的罪 以后的悔改 和承认 那么下一个属性 叫耶税的 根基 二十岁 对吧 就进入了根基的里程碑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的身体已经成熟 可以行出生养众多的诫命 但此期 他们最大的挑战 是控制自己的信誉 对于那是生命树的根基 对吧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天上的法庭 开始审判他们的时候 因为万恶 赢为首 那么根基 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发生什么事情 以色列人在旷野和摩亚女人发生剑影 两万四千人被瘟疫击杀 开始旷野的第二次数点人数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数点人数是旷野的第二代 旷野的第二代 已经长大成人 进入了二十岁 那么最后一个七 就是王国 王国对人的婚姻 对吧 因为婚姻 让人的根基进入王国 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家的概念 通王国 那么人通过婚姻 生儿育女 成为父母 代表 从情感层的属性 上身 进入自立城 父亲 就成为了智慧 母亲 成为通达 儿女 成为知识 完成生命数十个属性 的人生的历程 那么王国 其对以色列人 跨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 建立 以色列国 猫虎 好 那么这就是关于 情感的七个属性 对应人生的历程 以及以色列人 走旷野 那么接下来 我们快速分享 另外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个星期 数点人数 那么涉及到了 一个数字 1820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但我感觉把它 再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知道 在民宿记里边 什么叫民宿记 苏联人数 民宿记记载了两次 苏联人数 第一次是出埃及 第二年 是旷野第一代 对吧 一共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第二次 是39年以后 即将进入迦南地以前 在犯了奸淫以后 和摩扬女子犯了奸淫以后 那么这个是 帕拉西亚 Pinkas 两万四千人被击杀 那么 开始旷野的 这个又开始数点人数 那么这个地方 数点的人数 是旷野的第二代 那么第二代数点人数 一共六十万 一千七百三十人 那么第二代 和第一代相比 少了一千八百二十 十人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么 首先 这个 一千八百二十 是个相当特殊的数字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 是耶和华的签名 首先 耶和华的名字 在托拉里边 一共出现了一千八百二十次 对吧 你去数的话 1820 创造的第一个单词 包含了全部 涵盖了所有的奥秘 这个 这个 我说错 我说错了 Torah的第一个单词 对吧 Belishit 其初 对吧 包含了所有的奥秘 所有的基因 所有的信息 Belishit 你把它展开以后 数字 1820 Belishit 有一二三十五六六个字母 第一个字母 Belishit 第二个字母 第三个字母 Alef 第四个字母 Shim 第四个字母 第五个字母 Yu 的第六个字母 Tov 如果你从 Torah开始 去找 第一次出现的单词 按照这个Belishit 的六个字母 为首字母 第一次出现的单词 对吧 比方说 这个Belishit 第一个字母 是Bet 那么第一个单词 它的首字母 是Bet 是哪个单词 是Bara 创造 数字203 Belishit 第二个字母 是Rash 那请问 以Rash 为首字母 出现的第一个单词 是什么 Zeraki 天 天空 Belishit 第三个字母 是Alef 请问 Alef 为首字母 出现的第一个单词 是什么 Elohim 神 到16 Belishit 第四个字母 是Shim 请问 Shim 作为首字母 是哪个单词 第一次出现 Shamay 天 Belishit 第五个字母 是个Yu 请问 以Yu 为首字母 第一次出现的单词 哪个单词 用 天 56 Belishit 最后一个字母 是Tav 请问 以Tav 做首字母 第一次出现的单词 是哪个单词 他的谢 什么意思 张草 数字 705 705 这六个单词 数字之和 不多不少 1820 1820 相当神奇的设计 而且 耶和华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的Torah 正好 你从创世纪 第一章第二节 开始数 正好是1820个字母 那你说为什么不把第一节经文算进去 第一节经文是很特殊的 第一节经文 你不算 你从第二节经文开始算 数1820个字母以后 正好是耶和华的名字 如果你去考察 Torah里边记载雅各 利亚和拉杰说的话 正好 1820个单词 相当的奇妙 如果你去算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在Torah里边记载说的话 正好 也是 1820个单词 对 而且 按照拉比的传统 Torah里边所有的单词 如果你去考察 三个字母的词根 正好是1820个词根 那么 旷野里边数点人数 有六个字派 这个39年人数没有变 变化的 是下面六个字派 刘变 加德 伊法莲 比亚米 亚瑟 纳普塔尼 这六个字派 他们的西伯来文 西伯来名字的数字之和 正好是1820 他们两次苏联人数的人数之差 正好也是1820 相当的奇妙 耶和华的数字 是26 西伯来文26 把他展开 他的数字 正好是1820 每次我们给大家祷告的 这个亚伦祭祀的祝福 三节经文 三节经文 如果你去考察 他的首尾六个单词 六个单词的数字之和 也是1820 相当令人震惊 以色列王国 前前后后一共有六个王 每六个王 摩西斯第一个王 约书亚 以后 叙瓦第二个王 扫罗第三个王 小巫尔 大卫第四个王 大卫 索罗门第五个王 希罗某 最后一个王 是弥赛亚 马西亚 这六个名字的数字相加 等于1820 你说为什么不算其他的王 其他的王是分裂的 比方说这个索罗门以后就分成北国和南国了 他不是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王国 统一的以色列王国 只有六个王 在这以前已经有五个王了 最后一个王 弥赛亚 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重新建立 这个以色列国 数字1820 我们知道 这个 托瓦有两条最大的诫命 对吧 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 第一条最大的诫命是爱神 希伯来文 这是来自于生命纪六章第五节 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 那么这节经文的数字是907 加上托瓦的第一个单词 913以后 也是1820 你说为什么要加 因为是1820 是神的签名 所以说托瓦的第一条诫命 它的数字也是1820 那么第二条诫命是什么 最大的诫命 爱人如己 希伯来文 你要爱人如己 因为这个地方有两个 伪字母是卡夫卡夫 卡夫卡夫可以同时算作100 说错了 卡夫卡夫可以同时算作500 两个卡夫就是1000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经文的数字 正好多少 1820 1820 看到没有 最大的诫命 1820 这个第二大的诫命 爱人如己 也是1820 那么耶和华的数字是26 对吧 那么这个名字的话呢 今天这个没有人知道怎么发音 对吧 说拉比传统里边 把他发音叫阿多奈 我的主 数字65 对吧 如果你去考察自然数 从26加到65 26 27 28 29 10加到65 等于多少 1820 不多不少 1820是耶和华的签名 1820是耶和华的奥秘 为什么 因为奥秘的希伯来文叫 Sold 数字70 70乘以20 等于多少 1820 那么耶和华的奥秘 究竟是什么 这个新月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奥秘 就是弥赛亚 所以说1820是弥赛亚的数字 怎么算的 很简单 耶和华 四个字母 有四种主要的展开方式 拼写方式 那么拉比传统按他的数字 给他起了四个名字 一个叫Bang 52 Mah 45 Sag 63 Av 72 对吧 这是拉比传统给他起的名字 因为这个字母的表达方式 就是数字的意思 Bang就是52 Mah就是45 Sag是63 Av是72 那么拉比 Ginsberg认为 Bang 52对应是王国的属性 Mah对应是情感的那个属性 Sag对应是通达 Av对应是智慧 这是拉比 Ginsberg的观点 那么如果我们去取他的这个对应通达的这个这个Sag 就是63 和对应王国的这个叫做Bang 就是这个52 加在一起等多少 115 好 耶和华 115 那么神的话呢 LH有三种展开方式 那么如果你将 因为为什么会有三种 因为H有三种展开方式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去取这个最标准的HH的展开方式 那么神展开的数字是295 那么耶稣基督 耶稣阿哈玛西亚展开以后 等于1410 三个概念相加 耶和华 加神 加耶稣基督 等于多少 1820 对吧 这就是1820的奥秘 代表的是弥赛亚 所以为什么第二代和第一代相比少了1820 暗示什么 暗示1820被 被 铲除了 对吧 就好像那别传统叫 以马赫西莫 将他的名字 涂抹 代表暗示 弥赛亚的死 因为弥赛亚的死 才让第二代走旷野的以色列人 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承受产业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关于这个 这个人生的历程 按照生命书的七个情感属性 接下来是关于1820 因为这个1820的话 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得比较快一点 你这个需要去消化 但是我们主要的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就1820是个特殊数字 1820是耶和华的签名 1820是耶和华的奥秘 耶和华的奥秘 就是弥赛亚的奥秘 好 接下来 我们分享另外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 叫做 这个托拉的七本书 那么 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看图的话 看屏幕的话 这个地方 是来自于明书记 第十章 三十五节 和三十六节 的经文 对吧 因为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到左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黑 是明书记 十章 三十四节的最后一个字母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大的这个空空间 空白 出现了一个字母 叫 是倒过来的 反过来的 因为路应该是倒过来写 这个地方是倒过来的 接下来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明书记的十章 三十五节 这个耶和华呀 这个约会 前行的时候 摩西说 起来耶和华 兴起耶和华 让你的仇敌分散 对吧 让恨你的人 对吧 离开你 接下来 是这个 十章三十六节 当约会 这个这个休息的时候 尤玛尔他说 出发阿多奈 回来吧 耶和华 对吧 回到你千万的 以色列人 完了以后 再次出现一个怒 看到没有 然后又是空间 这是个相当奇怪的现象 在真正图里面没有的 对吧 出现了两个梦 而且是倒过来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以前 估计几年前 几年前七八年前 还是五六年前 给大家分享过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有新的亮光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分享 这里边的奥秘 那么这个标题叫做 智慧的七根柱子 我们知道 陀拉 是五本书 对不对 这个 Berishit 创世纪 Shemoit 这个叫 Trygy G Vajikla 我们把翻译为 叫 利未 G 这个 Bamidbar 民宿 G Deverin 这叫 生命G 五本书 但民宿季 因为出现了 这两节经文 就这两节经文 看到没有 短短的两节经文 通过两个 Nun把它分开 那比如说 因为这两节经文 有两个Nun 这两节经文 就成了一本书 对吧 这两节经文 就把民宿季 分成了三本书 在这以前是一本书 在这以后是另外一本书 中间又是一本书 所以说 Torah 就从五本书 变成了七本书 这就是智慧的七根柱子 箴言七章第一节 Kohumas Bantah Besah Hatzva Amudeha Shivu'ah 智慧建造房屋 造成七根柱子 这七根柱子 就是Torah的七本书 对吧 所以说刚才 这个地方的 这个是 这个是Torah经卷上面的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Torah经卷上面 它没有注音 对吧 现在没有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注音 给大家标出来了 民书记十章三十五节 民书记十章三十六节 看到没有 越贵往前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 耶和华 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上 愿恨你的人 从你面前逃跑 十章三十五节 接下来 他停下的时候 Yumar 他说 Shuvah Adonai 回来吧 耶和华 Revo knows It will find Israel 到你的 以色列的 千万人中 就这两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 在拉比特哈拉哈里边 被成为了一本书 那么 究竟 这里边 什么意思 那么 首先 我们要考察 这个字母 Nun 是什么概念 对不对 希伯来文 22个字母 其他字母 不用 偏偏要用Nun 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休息 十分钟 那么十分钟 以后 我们给大家 继续分享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继续 刚才的分享 那么刚才 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 将这两节经文 分开 要采用 希伯来文字母 Nun 那么 答案是 因为Nun 是希伯来文字母的 终点 中心 为什么 我们知道 希伯来文 有22个字母 对不对 但同时 有五个字母 有词尾的形式 哪五个字母 Kaf Mem Nun Pay 操地 五个字母 那么如果你把 五个尾字母 算进去 加到这个 Taf后面 就成了 27个字母 27个字母 就意味着 第14个字母 是终点 而第14个字母 正好是 希伯来文字母 Nun 对吧 所以说 Nun 是终点 是核心 终点 中心 中轴 对吧 它的概念是 本体 本质 核心 就仿佛树干一样 树干只有一个 其他的 都是树枝 枝丫 对吧 所以说 希伯来文字母 如果你别跟 这个希伯来文字母 它的核心 中心 中轴 哪个字母 Nun 在明书记里边 当这个巴兰 对吧 这个赞美以色列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有这么一节经文 明书记二十三章第九节 我从高峰看 从小三 阿什利奴 望他 很安 Nevadad 的确 这是一个独居的百姓 名 Ishkan Wuvaqun no Ishavash 不算在 外邦国里边 好 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 告诉我们 以色列有什么特点 是独居的名 对吧 An Nevadad Ishkan 不在外邦国里边 算在一起 不算在外邦国里边 Wuvaqun no Ishavash 所以说以色列 是树干 从外邦国奋力出来的 所有其他的国家 都是树枝 以色列是独居 是树干 是核心 那么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很奇怪的单词 叫恨 看到没有 he no 那么这个单词很奇怪 连个字母 he no 那么Navi就提问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 要出现这个单词 叫恨 对吧 一般像我们 这个中文都没有翻译出来 不知道怎么翻译 对吧 一般如果是英文版的话呢 就把它翻译成 看啦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是看的意思 对吧 很奇怪 所以说Navi提问你 搞不懂 为什么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这个单词 恨 那么Navi怎么回答 Navi说 所有的字母 都可以配对 这是唯一的两个 不能配对的字母 他们独居 不列在其他字母之间 不列在其他字母中间 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 这个Navi说 所有的字母都可以配对 只有这两个字母 希伯来文字母表里边 就这两个字母 不能配对 是独居的字母 为什么这两个字母 不能配对 那么当Navi说 配对的时候 它的意思 就是将两个字母 相加等于10 等于100 对不对 因为黑的数字 等于5 乌的数字 等于50 所有的字母 都必须要配对 得出10 对吧 比方说 第一个字母1 Aleph 它要和这个Tav 这叫Tet 9 配对 等于10 第二个字母 Be 是2 要和 这个第八个字母 Hit 配对 等于10 第三个字母 是Gimel 要和第七个字母 Zain 配对 等于10 第四个字母 Doled 要和第六个字母 Vav 配对 等于10 第五个字母 是Hey Hey 加Hey 5加5 等于10 他不和其他字母 配对 他通过本身 得出10 同样的道理 在10的 这个层面 对不对 10加90 等于100 20加80 等于100 30加70 等于100 到了50 50加50 等于100 而50的这个 希伯来文字母 是那个 所以说 纳比说 这两个字母 很特殊 他不需要 和其他人 配对 他是独立的 他是独居的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当Torah 要赞美 以色列 独居 不列入 外邦国的时候 要使用 这个单词 恨 因为这两个字母 都代表 独居代表 独一代表 独特仿佛 鹤立 鸡群 不和这个世界 同流合物 分别为圣 对不对 所以说 这就是以色列 什么叫以色列 神的选命 以色列 不从这个世界 对不对 约翰 这个医书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爱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必将消亡 对不对 不要去追求 这个世界的繁华 不要去追求 这个世界的引诱 神的选民 要从这个世界 分别出来 这就是以色列 对不对 神的选民 不可能爱这个世界 神的选民 不可能和其他的外邦国 通流合物 也不可能算作任何一个国家 神的选民 是独居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当托拉 要赞美以色列的时候 用了这个单词 恨 因为这两个字母 对吧 都是独居的 如果字母黑和字母弄是核心 那核心的核心就是字母弄 因为字母弄是27个字母的核心 所以说 托拉 采用了 将这两节经文 把它分别出来 对不对 民书记十章三十五节 和十章三十六节 把它分别出来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 比较经典的解经 对吧 这个拉比叫 Bao Haturi 这个Bao Haturi 是专门研究数字的 对吧 数字 这个所有托拉的数字 他是专家 对吧 他说 他说民书记十章三十五节 有十二个单词 民书记十章三十六节 有七个单词 有七个单词 我说错了 是十二个单词 一个是十二个单词 一个是七个单词 为什么 因为 是十二个单词 是十二个单词 最后一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的第二节经文 对应的是 十二个单词 第一节经文 首尾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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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 就证明了 这两节经文 涵盖了整本土尔阿 制成一体 然后这个是 这个包哈图人的解经 那么这个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解经 在十八世纪 有个卡巴拉大师 叫喜大 那么据说 他是领受了 密传的卡巴拉大师 对吧 这个 他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 后来在 买后来他一直在外面 在欧洲 去这个 云游欧洲 最后死在意大利 埋葬在意大利 在他一百年 这个忌日的时候 将他的这个 以色列的 这个当时的拉比 把他的尸骨 从意大利 给运回了耶路撒冷 埋葬在耶路撒冷 因为在他死前 曾经 有留下了一个遗言 希望让自己的尸骨 最后要埋到 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据说 这个我到 我后来查一下 我没有查到 但据说我听这个拉比说 据说 这个 这个一百五十年以后 那应该是一九五 一九 一九五六年左右 一九五六年的时候 将他的尸骨 从意大利 运到耶路撒冷 据说在一九五六年 也就是他一百五十年以后 死了一百五十年以后 去转他的尸骨的时候 据说他的尸体 都还没有腐烂 对吧 对吧 因为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 Hida是比较有名的 那么Hida 他引用这个 Aresal的解经 说 这两节经文 其实是一本巨大的书卷 换句话说 这两节经文 是一本巨著的首尾经文 他的内容 是相当的丰富 只不过呢 今天我们不知道 今天我们不知道 他的内容是什么 只有在弥赛亚回来的时候 这两节经文 中间隐藏的奥秘 才能够完全的揭开 那这是Hida说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字母 是倒过来的 那比这个Moses 他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 他说 在我们看来是倒过来的 在我们对面看 就不是倒过来的 在我们对面看的是谁 是造物主 是神 也就是说 这两节经文 是造物主看的 他在我们对面看 那么从他的角度看 这两个no 就不是倒过来的 是正的 对吧 换句话说 这两节经文里边的内容 是耶和华 是造物主 在看 那么这一解释了 为什么第二节经文 对应土耳的第一节经文 第一节经文 对应土耳的最后一节经文 因为这两节经文 需要倒过来看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也就是说 从实践的概念 约归停住是开始 我为奴后 约归出来 是结束 对不对 要反过来看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亮光 什么叫约归 约归里边 约归里边 是土耳 石板 那么约归 后来 被放进了第一次圣殿 对不对 那么第一次圣殿 据说 所罗门在建造第一次圣殿的时候 知道这个圣殿会被毁灭 为了保证 约归不落入外邦人的手里 据说他在建造圣殿的时候 下面有一个机关 对不对 这个是耶利米 在这个巴比伦要快进来之前 把这个机关打开 这个约归就落入了下面 这个预先建造好的一个密室 就被封住了 被隐藏起来了 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据说 在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 有两个人 说他们知道这个约归在哪里 要到圣殿山下面去挖掘 还没有挖掘就死了 所以说这些事情你不要去下岗 这个神隐藏起来的 你要把他给挖掘出来 还没有开始挖掘就死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约归被隐藏起来 是第一次圣殿被毁灭的时候 而第一次圣殿被毁灭有什么特点 以色列的先知 就停止了发预言 对不对 所以说西伯来文圣经 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第一次圣殿 对不对 你不管算这个马拉基也好 把马拉基作为最后一本书也好 把这个历代字第二 这个历代字下作为最后一本书也好 不管怎么样 从时间段概念 从时间段去考察 西伯来文圣经的结束 启示的结束 预言的结束 先知的结束 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圣殿被毁 所以说 当约柜停住 被隐藏起来 代表的是 西伯来文圣经的结束 对不对 所以说约柜停住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停住 是这个路啊也是安息的 安息的意思 约柜停住就是约柜安息 约柜安息隐藏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摩西的岛 祷告耶和华 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所以说这个时间段 是什么时候 那么按照我们的理解 就是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 这是以色列渔民的结晶 以色列渔民的结晶 当约柜重新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本隐藏的书 结束的时候代表最后的救赎 弥赛亚回来的时候 对吧 所以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 弥赛亚回来 发生什么事情 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四散 愿恨你的人 从你面前逃跑 代表什么 代表最后的审判 弥赛亚第二次来 对吧 所以说约柜停住代表 弥赛亚第一次来 约柜往前行代表 弥赛亚第二次来 因为约柜往前行 就代表隐藏的约柜 被揭开了 约柜会第二次重新出来 如果我们考察数字 对吧 约柜 被 被 停住的时候 OVNUHO HADRAN 加上 约柜出来的时候 BESOA HADRAN 这两个概念的数字等于多少 777 777 是救赎的数字 对不对 所以说 以色列渔民解经 这是以色列渔民解经 这是以色列渔民解经 这个并不是这个 这个HADRAN的解经 也不是其他的 也就叫以色列渔民解经 这两节经文隐藏的巨大的书卷 是新约圣经 为什么 在约翰福音里边有这么一节经文 当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 有这么一节经文 说耶稣所行的事 还有许多 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 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 也容不了 约翰福音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最后一节经文 那么我们动一下脑筋 思考一下 有什么书如此的巨大 连整个创造界 整个世界都容不下来 唯一的可能性 这本书 就是创造界本身 也就是这本书就是整个创造界 对不对 要不然怎么可能装不下来 这本书是创造界本身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他说这个地方的奥秘 他隐藏的是一本巨大的书 那么最大的书什么书 整个世界 整个创造界 对 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 是整个创造界的书 那么这里边很多的信息 给我们隐藏了 我们看不见 神可以看见 对吧 那么约归 希伯来文叫Adran 四个字母倒过来 是Nora 敬畏 可谓的 Nora 是神的名字之一 对吧 比方说生命纪十章十七节 因为耶和华我你们的神 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神 大的 哈吉波 这个有能力的 这个有能力的 可敬畏的 可谓的 阿修 Nora 他不以貌取人 也不取贿赂 所以说 这个Nora Nora 是神的名字 之一 对吧 在阿弥陀的祷告 对吧 在阿弥陀的祷告 对对 那么如果你把约归展开 Nora 也不是把约归展开 约归展开也好 敬畏展开也好 这个地方应该是敬畏 可谓的展开 可谓的展开 当然字母都是样的 无所谓了 对吧 约归展开也是一个概念 可谓的展开 Nora 数字等于多少 749 耶稣基督的数字 对对 所以说当约归被隐藏起来 就是弥赛亚被揭开 对对 所以为什么当约归被隐藏起来 第一次圣殿被毁灭了 就正好是耶稣基督 为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这个打开了序幕 对 所以说在西伯来文圣经被封闭以后 西约圣经就出现了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两个倒过来的路里边隐藏的巨大书卷的奥秘 那我们接下来来考察 你说ok 新约圣经 是希腊文写的 不错 我们能不能考察他的西伯来文 可以 对吧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你看这个希腊文怎么写的 比方说 新约圣经第一本书 马太福音 第一节经文 对吧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么如果你去考察希腊文 你就可以把它相当简单的 翻译成希伯来文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在拉比特塔莫德里面经常搞 对吧 这个因为这个按照拉比特传统希腊文也是圣洁的语言 那甚至用希腊文写的土耳经卷都是圣洁的 对吧所以说 这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转换 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你去把这个希腊文把它转换成希伯来文 怎么转换 按照希腊文转换过来就成了就成了 就是希腊文刺繁多斯 耶稣阿哈麦西阿本达未本阿瓦拉汗 希腊文一本书 看了没有这个地方提到的书 很奇怪的 因为 照理说 在土耳里面 要提价谱 它一般是怎么写的叫 比方说这个创造天地的纪律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创造天地的纪律 那么西伯来文叫 每次出现一个重要人物 亚伯拉罕 这个以撒 这个雅各 他都这样 有这些 就家谱 在图拉里边在西伯来文圣经里面都这样表达的 比方说这个路德纪里边后来要生他的儿子 怎么说都这样写的 所以说但奇怪 在这个马太福音开篇他不用a little dose 我专门去考察这个希腊文 他是safer书卷 对吧很奇怪的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只能把它翻译成safer to dose 你不能说a little dose 对吧如果你去考察safer to dose 他的数字是2301这个记住 那么这是耶稣的家谱 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摩西的祈求 约会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耶和华 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以色列的千万人 希伯来文叫revervos 那么那么这个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叫以色列的万千人 因为第一个单子是万第二个单子是千万千人 对吧那边按照这个地方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啊两万两千人 对吧这个这个倒不是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我没有还没有把它琢磨出来什么什么概念 两万两千人 因为这个地方的revos是两个万 elofi两个千对吧所以是两万两千人 那么如果你去单纯的考察这个词组的数字 revos e lofe israel数字等于多少 一千二百七十二 同外邦七十国的数字 七十个语言的外邦国 七十个语言的外邦国数字等于多少 一二七二 什么意思 当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 什么意思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父派我来 是怎么样 遭据迷失的以色列的羊 散据在外邦的以色列的千万人在哪里 在外邦国 所以说耶稣基督第一词 新约圣经是用外邦国的语言写的希腊文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首尾对上号了 对不对 对那是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 对不对 好 当新约圣 当新约的故事结束的时候 什么时候结束 启示录 对吧 当启示录结束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约归重新出来的时候 那么新约的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门 那么这个希伯来文也简单 恩典 这个地方是恩典 恨 阿都内努 我们的主 耶稣阿哈玛西亚 耶稣基督 因 Ko 和他所有的圣徒同在 阿门 那么这个希伯来文考察数字等于多少 1644 记住这个数字 那么这是连接对应 摩西的祈求 约归往前行的时候 代表约归出来 怎么样 让耶和华兴起 让所有的仇敌 事上 逃跑 代表 最后的审判 好 如果我们去计算 在托拉里边 这两个编道的 Noon之间的经文的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比较大 等于4169 4169 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 和新约圣经的最后一节经文的数字之和 加在一起 刚才算出来的 2301 加1644 等于多少 3945 这两个数字相差等于多少 等于224 西约圣经 前后两节经文 比 这个托拉里边的 这个巨大的书卷的两节经文 少了多少 224 令人震惊的是 224 正好是字母Noon 展开的数字 看了没有 所以说为什么用字母Noon 字母Noon 展开的数字是224 这两个Noon 加到新约圣经里边去 就正好等于 托拉里边的 这个 两个Noon之间的经文的数字 那么这个Noon 是代表什么 代表鱼 对不对 在亚南文里面Noon是代表鱼 新约圣经是 是是是讲了什么 讲的是鱼 得人 如得鱼 所以说这两个Noon 中间 暗示的 是新约圣经 但是 你说新约圣经怎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书卷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完全的记载完 这里边其实 这个巨大的书卷 不单单是新约圣经 而且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都记录在案 那么将来 而且都是神在查看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神能看到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 这个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去解开 这两个Noon之间 隐藏的巨大的书卷的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就结束了 大家不要忘了 明天同一时 同一时间 我们要分享七七节的经文 同一时间明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接下来留更多的时间给大家提问题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留的时间多了一点 提问题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好吧 再提问题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明天是否有聚会 对的 明天有聚会 明天的同一时间 小voice 七七节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七七节的一些亮光 下面一个问题 有的人的脸部五官 组合起来 像动物的五官 能不能推测 这人有可能是轮回中以前的动物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倒还没有听过 这方面的分享 所以说我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数字185 有什么讲解 或者对应属灵的含义 那么这个的话就多了 对不对 就多了 这东西你 这个需要你具体的去研究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如果我的孩子在初中受到校园的霸凌 老师根本不管我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个具体的问题 对吧 或者你换个学校换一个班 对吧 这个应该要采取一些行动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11.11 1111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谢谢 那么这个以前我们专门有篇文章的 专门讲到11.11的 对吧 你可以去查看我们专门有一篇文章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56是什么 那56也多了 对不对 这个因为这个数字 它有各种潜能 各种对应 对吧 你不能够单一的 就说OK 哪个数字 出了一些特殊的数字 对吧 比方说这个26 一般的就是耶和华的数字 358弥赛亚的数字 对吧 86神的数字 但是其他的一些数字 它有各种潜能 有各种对应关系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老师请问 请问老师 以色列国旗在家里能挂吗 因为图案大卫之心 也被共济会所用 那么这个的话的问题不大 为什么 这个 就说一些图案 比方说大卫星 那么大卫星的话 这个在卡布拉的里边 有很多奥秘的 对不对 那么共济会 他也是研究奥秘的 他喜欢用大卫星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好东西大家都想用 你不能因为这个共济会 用大卫星 你就说啊 我不用大卫星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撒旦还要引用 圣经经文呢 你说啊 因为撒旦引用 圣经经文 我不看圣经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不通的 好东西大家都用 你不能因为 共济会用了 大卫星 你就不用了 对不对 共济会 还吃饭 我们要不要吃饭 也要吃饭啊 对不对 对 你和他们划清界限 自从价值观 信仰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老师好多人 也许进不了千禧年 新天新地 那时候的人 能不能恋爱和结婚 首先千禧年 和新天新地 是两个概念 对不对 千禧年 是一千年 这个耶稣做王 圣徒 做王 做祭司 新天新地 是千禧年以后的事情 对不对 那时候的人 能不能恋爱和结婚 那么 这个话题 我们可以在明天 会进一步的分享 但是呢 这个地方提供几个思路 千禧年的概念 其实 就是亚当夏娃 被造的时候的 环境 神创造天地 第六天 造人 把亚当夏娃 放在一点园 亚当夏娃 被放进一点园的 那个背景 那个时期 就是千禧年 相当于后来 将来的千禧年 神的原计划 是让亚当 在第六天 通过 正确的选择 领入 将来世界 对不对 所以千禧年 是现在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亚当夏娃 当初 没有吃分别 善恶素的果子 吃了生命树 那么在第一个安息日 就进入了 将来世界 对吧 所以说 你去了解 学习 亚当夏娃 在犯罪以前 怎么样的 那么将来 我们要进入的千禧年 也是怎么样 所以说 回答你的问题 人能不能恋爱和结婚 这亚当夏娃也在恋爱 对不对 这个神把夏娃 创造好了 用亚当的勒骨 造了夏娃 拧到亚当的面前 亚当就一见钟情 说 这是我的 骨中骨 肉中肉 就和他结婚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正如亚当夏娃 在伊典园里面 要结婚生子 那么千禧年也是一样的 也要结婚生子 对不对 亚当夏娃犯罪以前的光景 就是我们 就是神所预备的千禧年 因为亚当夏娃犯罪 我们就失去了千禧年 跌落了六天做工 做工 六天做工 六千年 下来一个问题 中国人挂以色列国旗干嘛 属地的以色列和其他国家 没啥区别 向往以色列民的国天国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现在很多 这个正统派的拉比的观点 认为现在的以色列国 是一个属世的国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你个人的领受了 对吧 那么 这个 这个正统家的拉比 认为这个以色列国是属世的国 但是呢 这个最有名的这个拉比 就以色列地的第一任 这个大拉比 叫 阿弗罕 伊萨克克 对吧 克 这个拉比 那么他 认为既是以色列是属世的国 也是领入 这个神的王国的 一个 必要的 一个步骤 对不对 不走 所以说 神最终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但在这以前 会先在以色列建立一个 世俗的国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明书记第三章 数点一个月以上的立位人 三个宗族人数之和 两万两千三百名 但第三章 三十九节说 共有两万两千名 为什么 那么这个的话我不知道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地方 提到了两万两千人 就和我们刚才讲到的 明书记三十五章 明书记第十章三十六节 说 耶和华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那么那个地方 拉比根据那一节经文 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以色列 就是神的这个圣灵 神的这个 要进驻以色列 最少的人数 要求是两万两千人 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因为第一个单词是万 也是负数 所以说最小的负数是二 对吧 所以说是两万 第二个单词是千 也是负数 那么最小的负数 是两千 对吧 所以说 根据那节经文 拉比得出一个结论 是两万两千人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立位人 对吧 他数点人数 也是两万两千人 对吧 很有意思 这两个 这两个概念 有什么联系 现在还没有把它理清楚 没有理清楚 所以说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节说 谁能计算 雅各的尘土 谁能计算 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简单字面 当然是讲 这个 以色列的人数很多 对不对 很多 那四分之一 什么意思 不知道 这个需要学习 下面一个问题 创造界有无 记载 所有自然人的 生物学家谱和轮回的记录 创造界有无记载 那这个 这个我不清楚 对吧 这个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看到好多 被神大大 所用的 行神迹的 仆人 仆来来 仆人 为什么 都不是很长寿 因为你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对吧 你会觉得长寿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对不对 这个 这一般的说来没有信仰的人才会追求长寿 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计划其实长寿并不是你所追求的 对不对 这个人的一生 那么五六十岁 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 那么六七十岁 这个这个活起来其实也是很难过的 对吧 尽管我还没有到那么老 对吧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看老年人 是挺苦的 各方面都不方便 对吧 但人有一种求生欲 那么那是一个自然人 你如果真正明白神的这个计划旨意 神给每个人的这个寿数是定好的 所以说很多这个很多拉比很多这些仆人他不要活那么大 因为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有一个使命 你完成了这个使命就没有必要继续的呆在这个世界上折腾 因为人生的本质 是苦了 如果这个 就说如果灵魂 对吧你说OK 为什么要造人到世上来折腾这么一次这个灵魂呆在神那里神的宝座不挺好的吗 我说 灵魂 是神的宝座 人的灵魂的源头在神的宝座 神的荣耀就是人的灵魂 这个我们明天可以再继续分享 那你说为什么 要 到地上来走这么一趟 他的目的是提升提升灵魂 对 那么如果你在 这一辈子 行出了神的旨意 该做就做了神的使命完全行出来了 完成了提升灵魂的目的 对吧不管你是30岁完成的40岁完成的50岁完成的 你就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个地上受苦受难了 对吧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33岁就死了 因为他33岁就完成了神的使命 对有的人生下来 两个月就死了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神的使命 对了有可能他就是因为要出来上辈子欠了 一些事情通过这两个月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就没有必要 继续留在这个地上去受苦难因为人生就是苦难 对啊所以说这些 这些 这些仆人也好这个拉比也好卡巴拉大师也好 完成了使命 神就把他收走了 对啊就到一点元去了那不挺好的吗 对吧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上 受苦受难每天还要做工 对不对 这个脱着这个肉体的这个躯壳 对不对 还要谋生 对不对 还要被逼迫 对不对 还要担心 担惊受怕 有那个必要吗 没有那个必要 对吧 所以说你真正是神的选民 你明白神的旨意 你一点都不期望能够长寿 对吧 你唯一能够期望的就是说怎么样 神啊 求你让我能够完成你的使命 你给我的使命 希望我能够完成 对吧 然后你这个到到一点元里面去交账的时候 你不要有亏欠 对吧 你有亏欠的话那个麻烦还要再来 对吧 又要来一趟 这个不好玩啊 这个东西对不对 所以说能够 以最最最最短的时间 最高效率的完成神的旨意 那就OK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历史上的这些很多 这些大拉比大卡巴拉大师神的很多 30岁40岁50岁60岁就完了 你没有必要到70岁80岁90岁100多岁在那个地方 你都没法这个 对 这个活起来真的是苦啊 对吧 但是你又不能够自杀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 身体不是你的 神如果不收走 就意味着你的使命没有完成 如果神命令你必须给我活一个90岁那没办法 那你必须给我活90岁 你不管再怎么样苦了 你也必须给我活下去 对你不可能提前走 你说我活不下去了 对吧 现在很多在西方国家什么安乐死 就说啊 这个太痛苦了 我不要活了 对不对 脑子不死 知道 我 我要通过安乐死 要提早的结束生命 这个不对 就是违背同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神命定了你这辈子 必须要给我受90年的苦 100年的苦 你必须要给我受 一天都不能短 你想提前结束没门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最后一节经文的希伯来文用的哪个版本 这是翻译版的 自己翻译的 这也不是我自己翻译的 这个我考察其他的希伯来文的翻译 对不对 但是呢你去考察这个 经文 你看那个希伯来文翻译的时候 很经验很干脆 对吧 没有任何其他的 这个稀里糊涂的东西 下面一个问题 老师你分享的文章不传朋友圈了吗 当然要传了对不对 每次我该传就传 关键是他让不让我发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东西 那是我没法控制的 传是我该做的事情 我每个星期 讲完了我都传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平台要不要我发 那是我没法控制的 那是他的事情 对吧 每个人做每个人的事情 我做我的事情 我 我一如既往的发表 对吧 他做他的事情 他要给我封了 他要给我上了 那是他的事情 对吧 个人做个人事情 将来在神的面前 个人向神交账而已 下面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之前会有哪些预兆 那么这个就多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个启示录里面记得很清楚 对吧 那今天你看整个世界 都变得那么疯狂 对不对 整个世界变得很疯狂 今天我们 这个有目共睹 对不对 整个世界缺乏了逻辑性 逻辑思维 变得很疯狂 那么就意味着 弥赛亚快来了 下面一个问题 为我的脊椎疼痛祷告 待会我们一起祷告 下面一个问题 《沙巴特上》这首歌 音乐作者是谁 什么叫《沙巴特上》 我不知道你说哪首歌 下面一个问题 刚才提到以色列的万千人 纳比说是两万两千人 这个人数会不会对应 数点的一个月立位人 我感觉对的 肯定是有对应关系的 只不过呢 我们还没有琢磨出来 什么样一个联系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五行节 为什么要读路德记 不读会怎么样 这个你不读也没有人 去找你的麻烦 但为什么要读呢 是这个原因 首先 为什么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路德记 这本书的问题 这个萨默尔写的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是涉及到大卫的身份的问题 大卫的身份的问题 因为大卫和七七节 有一种相当密切的联系 按照拉比的传统 圣经里面没有的 拉比传统 大卫的生日 是七七节 大卫的忌日 也是七七节 大卫活了七十岁 所以说大卫和七七节 是有关系的 那么路德记的主要的目的 是告诉我们大卫的家谱 那么大卫的家谱 不说白了 就是弥赛亚的家谱 对因为弥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要引用大卫的家谱 大卫的家谱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路德 因为路德是摩亚人 摩亚人代表最污秽 对不对 这个摩亚的数字 这个希伯来文叫moav 他的数字是49 对应的是七七四十九天 属俄美尔 对不对 七七四十九天属俄美尔 很有意思 49 moav moav代表污秽 但偏偏是一个从最污秽的 一个民族 百姓 摩亚人 出了一个最圣洁的路德 对不对 和波阿斯结婚生子 把大卫的家谱 给建立了 对吧 所以说这是读这个路德基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是大卫的家谱 而大卫 是moavs 王国 对吧 那么这个和这个 这个七七节 又有什么联系 这个我们还要继续分享 这个继续学习 这里面是有联系的 所以说 这个纳比传统 这个七七节 对吧 这也要读这个路德基 下一个问题 请问 神在创世之前创造了什么 创世是什么意思 怎么样理解 好 这个创世的话 对吧 这个西伯来文叫 Bray啊 创造 Bray啊 创世什么意思 创世的意思就是创造了天地 那么天地的话 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天和地 是创造了全部 创造了所有 今天 所有的存在 物质的存在 以及灵界的存在 都是创造出来的 对吧 叫Bray啊 Bray啊 所以说土耳地底经文 Brayshid Bray啊 创造 嗯 那么创造以前神在干嘛 这个没有人知道 超越了人的认知 人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知道 就好像给你打个比方 嗯 你家里面的电脑应该是很厉害吧 对不对 这个计算速度估计比人还是快 电脑是知识 电脑里面有知识 电脑 对吧 人这个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很厉害的 但是人工智能再怎么厉害 他不可能知道人在想什么 不可能的 那是哪个维度 对吧 同样的道理 人不可能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在干嘛 什么状态 不可能知道的 他超越了你的这个这个范畴 对吧 你不可能知道这个范畴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不知道 人没有这个能力去知道 人唯一能够知道是创造以后 对吧 因为创造以后是属于我们可以认知的范围 范畴 先办个问题 可以讲讲法拉的女儿 摩西的养母吗 听说她是埃及 唯一没有被击杀的长子 这个的话呢 这个 这个东西你要我讲 我也没多 没有多少可以讲的 对吧 摩西的养母 法拉的女儿 这个 你说的这些都是这个拉比的传统 对不对 这个圣经里面当然记载也是不多的 对吧 所以说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不知道你想知道哪方面的 下面个问题 回应这个提问 看到好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 为什么都不是长寿 刚才已经回答了 在疼痛里面长寿折磨 那么这个东西如果要折磨的话 也是神的命定 对不对 说明你的命里边需要这个折磨 需要这个苦难 对吧 所以说不管是苦难也好 洗澡也好 我们都应该接受 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那么都说明我们需要 如果我们不需要神不会给我们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七七节 要宣读路德纪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但创世纪 请问这里的光是指什么 是物质的光吗 如果是的话 光的发光源是什么 或者是指土耳吗 好 那么很显然这个地方并不是物界的光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 这个物质界的光 是来自于太阳星星 对不对 太阳星星月亮 月亮反光 是在第几天照的 第四天 对不对 第四天神创造了天上的天体 太阳星星月亮给出光 所以说 这个一章第三节的光 那个不是这个地上的光 那么拉比特解经叫弥赛亚的光 弥赛亚的光 是灵界的光 那么这个光被隐藏了 预备 给异人 这是标准解经 灵界的光 弥赛亚的光 下面一个问题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晓 这个所造之物除了自然界 还包括每天 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吗 当然不是 所造的 是指的物质的世界 和灵界 两个世界 这是所造的 对不对 那么 只要是物质的 灵界的都是被造的 但是发生的事情 那个不是物质 对不对 发生的事情 发生的事件 那是人的自由选择 的结果 下面一个问题 夏娃的西伯来文什么含义 夏娃的西伯来文叫Hava 那么 这个Hava的话 这个词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含义 那么为什么叫Hava 那么这里边的奥秘是这样的 亚当夏娃犯罪以前 圣经并没有给我们 他妻子的名字 直接称他为一小女人 但亚当有名字叫Adan 把翻译成亚当 那他妻子的名字叫什么 圣经里面没有 犯罪以后 那么亚当说你叫夏娃 Hava 因为你是众生之母 对吧 Yin ko hai Yin母亲 ko 所有的hai生命 那么那笔传统 告诉我们 他的真正的名字叫haya haya 这个意思很简单 生命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说 他是众生之母 生命 他的名字就叫生命 haya 那haya和hava有什么区别 这是字母yud和vav的区别 haya 他的评写叫het yud hey 对吧 中间字母是什么yud 而hava 唯一的区别 是中间的字母 从yud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vav 所以说叫hava 对吧 如果是yud的话叫haya 一个叫haya 一个叫hava 所以说hava的意思 什么意思 是haya 的沦落 堕落 沦落 沦陷 跌落 对不对 本来是yud变成了vav 是下降的概念 是下降的概念 比方说在耶和华的名字里边 第一个字母是yud 第三个字母是vav 代表什么 代表下降 yud代表父亲 vav代表儿子 对吧 那么yud和vav的区别造型 yud是一点vav是那一点 继续往下面延伸 下降 对吧 所以说hava 是代表haya的生命的下降 所以说是跌落 所以为什么犯罪以后叫hava 所以这是一个战士的名字 它本来的名字叫haya 生命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老师路德 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和摩哑人结婚 当然不能和摩哑人结婚 图拉里边规定的不能和摩哑人结婚 对不对 那么当大卫要做王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人开始怀疑大卫的身份 说大卫 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的根本就不算了 连犹太人都不是 他的血统不纯正 为什么 因为他的真祖母 是路德 路德是摩哑人 这就意味着路德生的儿子 不是以色列人 因为在生命纪里边有说 对不对 这个摩哑人 你不能够进入你的会 意思就是说不能够 连归于以色列人都不让他归于 如果摩哑人说 我要成为以色列人不行 因为你是摩哑人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这些拉比开始怀疑大卫存不存 不存正 对吧 因为图拉说不能和摩哑人结婚 对吧 所以说 回答你 以色列人按照图拉是不能和摩哑人结婚的 下面一个问题 特殊数字26 耶和华 58 恩贬 恨 356 那么这个就多了 但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356 下面一个问题 77代表什么 那么77代表救赎 代表救赎 下面一个问题 老师 犹太教允许一个男人两个女人 那么这个 这个 在历史上有个叫做叫什么名字 叫希洛某的 对吧 这个看到这个基督教那边都是一夫一妻 对吧 所以说就 就废止了一夫多妻 那比特哈拉哈把他废掉了 对不对 把他废掉了 按照图拉的话呢 是可以一夫多妻的 只不过呢 后来把他废掉了 觉得感觉不好 下面一个问题 脊椎不会 脊椎不会怎么得医治 这个我不知道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二十 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 我耶稣基督猜浅我的死 死者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向你们显明中的死者 是指固定一个人 还是指教会为主做见证神的选民 猜浅我的死者 那就是很多啊 对不对 每个人 都有可能 是被猜浅的 下面一个问题 颈椎不好 怎么得医治 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简单讲讲一一的数字吧 我也是经常无意一看 就看到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专门有一个文章啊 你现在让我想 我怎么想的起来 这个几年前写的文章 但是呢 有一节经文 在我忘了是真言还是诗篇 对吧 说耶 这个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对吧 那一节经文的数字是一一一一 对吧 所以说这是关于灵魂的概念 对吧 所以说你 我建议你去看我那篇文章 这是两三年前写的文章 我一下想不起来 究竟写了什么东西 要看 对吧 怎么写的 我才能分享 下面一个问题 经文里边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洗年到底结婚不 那么 当经文说 不娶也不嫁 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娶不用嫁 就好像 你说千禧年 千禧年 人要不要吃饭 对吧 人不需要吃饭 但能不能吃饭 当然可以吃饭 对吧 比方说 就例子 耶稣基督 他复活以后 他需不需要吃饭 他不需要吃饭 他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 对吧 他这个 这个彼得打鱼 怎么样 这个打鱼 他拿起来就吃 他一看我可以吃鱼 他不用吃鱼 他也不会饿 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今天必须要吃饭 对吧 我们今天必须要吃饭 我们肚子才不饿 要不然要死 那么将来在千禧年 你不用吃饭 不会死 但你说如果你要 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吃饭 当然可以吃饭 对吧 你做一种享受 你说我反正也饿不死我 但怎么样呢 我要弄一灯来吃一下 也可以 同样的道理 结婚也是这样的 你今天你必须要结婚 今天是诫命 生养中东 你不结婚怎么生养 对吧 在将来 你将来的那种状态 就是结婚的状态 你当然不用结婚 对不对 当你复活以后 那是相当美妙的一种概念 我们今天是没法知道 也没法描述 但是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将来世界 也好 千禧年也好 那么千禧年和将来世界 区分是程度的不同 那种状态 就是结婚喜乐的状态 对吧 所以说我感觉 你没有必要去 对这个去深究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知道 对吧 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 通过学习今天 去推测 将来有可能怎么样 下面一个问题 犹太人叫允许婚前同居 婚前信心我们 这个肯定是不同意的 不允许的 对吧 必须要结婚以后 这个他才能够 这个同房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逃离 城市的预备吗 这看你自己了 对吧 看你自己 下面一个问题 安乐死是体面的自杀吗 安乐死是体面的自杀 但是这是 这个妥要禁止的 对不对 安乐死就是杀人 下面一个问题 安乐死是不是灵界分别三恶树 果子投射在物界的诱惑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你怎么联系起来的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 对不对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Germatria 是不是可以翻译成宝石台 这个不能这样翻译的 Germatria 这个是来自于希腊文 数字的意思 这和宝石台两个概念 跟风流马不相及 对不对 Germatria 来自于希腊文 它是哪个词的词根 Geometry Geometry 我们把它翻译成几何 对吧 它是研究 几何的话就是数字 也是研究数字 对不对 所以说 Geometry 和这个Germatria 那么是同一个词根 都是希腊文 这希腊文 所以说在这个 这个Germatria 把它引用到 这个希伯来文里面 就成了计算它的数字 就说 就好像每一个希伯来文 单词有一个几何 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形状 对不对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二位生于 Fource of Sivan 不是五旬节 死于 Six 四万 即五旬节 好 这东西 首先一个 我不知道你的信息 来源是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 你要澄清几个概念 第一 七七节是哪天 这个是相当有趣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相当有趣的问题 这个土耳里边 唯一没有挑明 七七节是哪天的 节期 但它不像其他的解析 比方说 月节 正月十四 初假节 正月十五 初假节 七月初一 孰最日 七月初十 祝风节 七月十五 很清楚 唯有七七节 土耳不告诉你是哪天 为什么 因为七七节必须要通过数 要数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它的第二天 第五十天 才是七七节 好 问题就来了 那么今天 这个拉比的传统 把它说 OK 我们今天让它做 Sivan的六号 三月初六 但拉比说 也有可能是三月初五 也有可能是三月初七 三天都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 数俄美尔是从真月开始数 跨月二月 这就意味着 或者说 那我请问你 真月有多少天 你说今天是三十天 二月多少天 二十九天 这是日历 calendar 计算好的 这样计算的 但实际上 是要按照新月的 对吧 有可能真月只有二十九天 有可能 二月 是三十天 对吧 如果真月和二月 都是三十天 如果真月和二月 都是二十九天 那就意味着 七七节 要变成多少 三月初七了 对吧 如果真月和二月 都是 三十天 那么 七七节就变成 三月初 三月初五 对吧 所以说三天都有可能 三月初五 三月初六 三月初七 对吧 所以说 大卫 生日 是五旬节 死也是五旬节 这那比传统 但我不知道你这个 你这个地方 这个大卫出生 三月初三 初四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些东西 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 圣经没有记载 你唯一的 这个信息来源 是拉比传统 既然拉比传统说 它是七七节 就是七七节 对不对 那你说 它是三月初四 那我问你 你三月初四的 这个依据是什么 对啊 你没有历史书啊 也没有家谱记载呀 对吧 唯一的依据 是拉比传统 那如果拉比传统 已经说了 是七七节 那就是七七节 下面一个问题 长子一定是男的吗 对的 这个长子是指男的 对吧 如果老大是女的 女儿 生了一个老二是儿子 那么那个老二儿儿子 就是家里边的长子 下面一个问题 大卫活了七十岁 你之前说大卫 亚当把他的七十年 给了大卫 那不是说明大卫本是死于母腹中吗 为什么神本不让大卫出生 而亚当要让收给大卫 对了 说对了 就说大卫的命定 是死于母腹中 亚当 对不对 在伊甸园里边望远镜 拿起来一看 说大卫啊 怎么可能这样处理 对不对 我宁愿把我的七十年给他 所以说 本来亚当要活一千岁的结果 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那七十年给了大卫了 那为什么要给他 不知道 下半个问题 预约节能吃荔枝吗 这个东西 这个关荔枝什么事情啊 对不对 预约节是让你不要吃有教的饼 你荔枝和教有什么关系啊 风牛马不相及 下半个问题 经典的五旬节运动 二十世纪美国兴起 现代五旬节运动开始后 代表五旬节的美国上帝会 成立于1914年 随后其他牛派 对吧 五旬节运动 请问 你有什么看法 究竟是什么圣灵洗礼吗 我没有什么看法 对不对 这个教派太多 这个观点太多 对不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呼召 对 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 造物主 对吧 我对他没有任何看法 对不对 这个我们的看法应该是针对自己 每天要对自己考察 说我自己有没有做到 哪些亏欠 别人怎么样做 他有他的呼召 神有神的呼召 神有神的计划 对不对 我们没有必要提出我们的看法 下面有个问题 老师好 有人说三文一体是原文 是指面具 因此说三文一体 就是信多神 直接违背了第一条诫命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 如何理解圣父圣子圣灵 那么这个很简单 对吧 这个三文一体 是篡插整个土耳的一个基本概念 卡巴拉里面讲的都三文一体 对不对 比方说 最有名的 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 三文一体 都三文一体 三文一体的概念多了 对不对 父亲母亲儿子 三文一体 家庭的最基本的元素 三文一体 父亲母亲儿子 或者说父亲母亲儿女 对不对 这个创造天地 三大纬度 时间空间物质 也是三文一体 对 时间又分为三要素 过去现在未来三文一体 对不对 这个空间又是三文一体 长宽高 对不对 都是三文一体 对吧 整个这个创造界 就是一个三文一体 对不对 父亲儿子 父亲母亲儿子 圣父圣灵圣子 圣父父亲 圣灵母亲 圣子儿子 对不对 圣父对那什么 智慧 圣灵通达 儿子 知识 整个生命树 都是三文一体 对不对 就三文一体 智慧通达 知识三文一体 恩慈 大能 美丽 三文一体 得胜 赞美 根基 三文一体 都三文一体 圣父圣子圣灵也是三文一体 这没问题啊 在创造界 这个低端的世界 最简明而要的表述 是三文一体 一个凳子最少要三只脚 才能够站稳 对不对 你不可能 你做一个凳子 你可以给他十个腿 但是 最少需要三条腿 这个凳子 就稳定了 就能站立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两条腿 对不对 两条腿的凳子 是不可能站立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麻痹传统说 神创造天地 有三大支柱 对吧 T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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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Avodah 或者说这个 Torah 这个 都是三 反正说 这个Nabi传统里面 大量的三 都是三 对不对 所以说三文一语 是没有问题的 针对我们 这个创造界 这个低端的世界 对不对 问题是在源头 是不可能是三的 源头绝对是不可能是三的 源头 只有可能是一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神是三文一体 那你看到的是这个创造界的低端的神 的表述 那么如果你看到神是一 你看到的是源头 同一个神 不同的表述 对不对 你还可以十文一体 生命书十个属性 十文一体 对不对 生命书的十个属性 十文一体 但是他的这个 这个生命书的十个属性 他的最简单 最基本的构造 是三文一体 但你不能说是有三个神 那就是一端了 拜偶像 在源头 是一 对吧 源头是一 下面一个问题 按照犹太传统 已落身于五旬节 升天在五旬节发生 这个好像这个我倒没有什么看法 这个有可能我还没有具体听说 下面一个问题 有人怕天国 是昆虫细菌会有吗 这个人的脑子里边 进水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都提得出来 对不对 这个首先一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对不对 什么叫做怕天国里面有昆虫细菌 细菌 我都不知道这个源头来自于哪里 对不对 这种问题 太荒谬了 下面一个问题 十一十一是昨天晚上和女儿语音谈话 所用的分钟数字 突然觉得可能有什么灵界的奥秘 因为我们谈的是灵界的事情 对吧 因为这个 耶和华的 人的灵魂 耶和华的灯 数字1111 下面一个问题 第三十四章 这个 招魂数 善恶之人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书 下面一个问题 人是整体 灵自体和谐统一 语言它有限 难以表述伟大的创造 难以诉说主的奇妙 希腊的灵魂与身体二元对立 灵魂不死 为招魂数 这个招魂数是一种邪数 这土耳里面禁止的 对不对 人应该老老实实的 不要在那打歪主意 怎么样把魂给招回来 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创造 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在地上老老实实的 该做什么做什么 不要去 去探索 这个探讨 不是探索 去研究土耳禁止的 招魂数是禁止的 通灵通鬼都是禁止的 都是邪数 下面一个问题 对神经病人和缺心眼的白痴 怎么传福音 请老师谈谈预定论吧 预定论吧 这个我以前一直给 一直在讲 没有什么怎么传福音的 你该怎么传就怎么传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的性情 每个人的背景 每个人的知识 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的摄取 每个人接受的程度 每个人的背景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传福音是不居一格 每个人该怎么传就怎么传 所以说神心的仆人 也是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所有的不同 针对不同的器皿 针对不同的器皿 神预备了不同的光 所以说没有一个什么 规范 第一句话怎么说 第二句话怎么说 要几句话一步到位 没有这种 不居一格 你该怎么传怎么传 每个人都是石头 不是砖 砖是同一个型号 砖石头不同的型号 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形状 所以说你该怎么传 你怎么传 神给了你什么恩赐 你就用你的恩赐去传 怎么样传 那是神给你的恩赐 你是一个独特的人 你有你独特的方式 他信不信 那不关你的事情 对不对 保罗怎么说 杀种 我们去做 浇水 我们去做 这个树要不要开花结果 那是神的事情 他信不信 是神的事情 不是你的事情 好 接下来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散会的祷告 明天同一时间 七七节 分享 我树要 我ется 对 我 你 对